第五十一章 八个原因期 徐扬刚刚回到天兰宗 就宰杀了获得的那头妖兽 然后闭关 开始炼制丹药 助击丹 是他这次的炼制的丹药 炼制助击丹 是徐扬这十万年来做的最多的事情 他炼制出来的助击丹 都可以堆成一座高山了 所以 徐扬用脚趾头来炼丹 都可以炼制出来 虽然他这十万年来 吃了不少的助击丹 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效果 现在他炼制助击丹 很多的 是处于心中的执念罢了 他要助击 他要助击 他炼器一炼就是十万年 炼他奶奶个熊啊 很快的 一炉子助击丹 就炼好了 徐扬仿佛吃糖豆一般的 把这些丹药给吃下去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普通的炼器器 这吃下这么多的助击丹 一瞬间就能从炼器器 突破到助击丹 但是 徐扬吃下了这些助击丹 真的仿佛吃下的是糖豆 每一任何的反应 徐扬已经习惯了 落寞地叹息了一声 又开始炼制其他的丹药 这次他要炼制的 丹药是可以提升 精丹期修为的丹药 这些丹药 主要是给方言和林青叔服用的 看着堆积如山的灵药 徐扬皱起了眉头 一个人托起整个宗门 徐扬表示 这个是真的累啊 徐扬不禁地开始盘算 是不是要弄几个炼丹师 来给自己分担一下压力 起炉 开炼 没有其他炼药师的那种惊心动魄 整个炼丹的过程 非常的顺利 没有一会 一锅丹药就炼制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 外面传来了方言大呼小叫的声音 徐扬 外面有元音七的修者 说 是要涂了我们天兰宗 还说我们天兰宗是魔教啊 就在这个时候 门被推开了 方言跑了进来 一脸的紧张 徐扬把一炉子的丹药都收了起来 然后说道 怎么了 淡定点 方言气喘吁吁地说道 这个 外面有八个元音七的家伙说 是要屠杀了我们整个天兰 现在整个天兰宗 都要乱成一锅粥了 徐扬皱了一下眉头 八个元音七嘛 真的是大手笔呢 旋即冷笑了一下 然后说道 好 知道了 我去看看 徐扬说完 身形一闪 就消失不见 方言愣了 好半天 才反应过来 赶紧跟着叶跑了出去 徐扬来到天兰宗山门前一看 果然见山脚下 十几元音七的舞者 在叫骂 徐扬下山 来到这十几个元音七的修者 面前 淡淡地说道 你们骂什么呢 赵天宇见徐扬 只是一个恋气气的修者 顿时一脸的藐视 你是何人 扫大门的 赶紧叫他们掌门给我爬出来 老子要宰了他 徐扬看着面前 这个一脸嚣张的人 淡然地说道 我是徐扬 虽然天兰宗掌门不是我 但是 我想 我们也是可以谈谈的 赵天宇刚想嘲讽徐扬是谁 他没听说过 但是忽然之间 他就想起徐扬的大名了 脸色夜不由地变得慎重了起来 毕竟 徐扬的凶命在外 他早就听说过了 徐扬是一个秒天秒的秒空气的存在 反正这个世界上 有了徐扬在个名号开始 徐扬遇上任何对手 都是秒杀那种的 反正到现在 还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在徐扬的手底下 撑过第二招 赵天宇后退了几步 然后恭恭敬敬地说道 前辈 我们这次来 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就是想让你将白宁梅交给我们而已 其余 没有任何的意思 徐扬看了他一样 然后说道 白宁梅不在我这 你可以去其他的地方找找 也许能找到 赵天宇一脸的尴尬 说道 这个 老前辈 此事关系重大 你若是不将白宁梅交给我们 恐怕整个天舞郡 都会迎来灾难 徐扬点点头 说道 你们天舞郡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不就是一个封印着的妖兽 快要出来了吗 这很简单 赵天宇点点头 一脸的惊喜 他就怕徐扬不相信他说的 既然徐扬自己都知道这件事情 那事情就好办了 大人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就请你把白宁梅给我们吧 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缺少 可是白宁梅是治阳天雪 最为主要 缺少了 什么 都不可以缺少他呀 徐扬听着赵天宇说了一大堆 眸光 一直淡然 没有什么变化 过了一会 徐扬才问道 说完了吗 赵天宇愣了一下 说完了 你看我刚才说的 可是我刚才和你说过了 他不在我这里 你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寻找他 和我一直说什么呢 赵天宇傻眼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 后面一个粗犷的大汉 冷笑着说道 我说 你 能不能不要把我们 当成猴子一样的戏耍 我们的侦察 一直看着你和那个婊子 进入了齐洲 你还想抵赖不成 那个人 嗓音粗大 大大咧咧地说着 一只手指 还指着徐扬的鼻子 徐扬嘴讨厌的事情 就是别人用手指 指着他的鼻子 所以 咔嚓一声 徐扬手猛地伸出 握住了那个粗犷大汉的手指 然后猛地一掰 随着一声清脆的骨折声音 然后 一声嘹亮的杀猪声响了起来 我劝你 以后说话就好好说话 不要用手指指点点的 徐扬松开了那个人的手 一个圆阴七的修者 就捂着断了的手跳脚 你奶奶的 你想死吗 那个圆阴七的修者 还在骂骂咧咧 忽然 赵天宇一巴掌就打了过去 啪的一声 那个断了手的圆阴七修者的脸上 就多出了一个五指扇印子 你为什么打我啊 那个圆阴七的修者 有些猛逼的问道 赵天宇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说道 还不对前辈恭敬一点 你想死吗 经过了赵天宇的提醒 那个人才 瞬间地反应了过来 徐扬可是一个杀神 他可惹不起 徐前辈 刚才 那个人还想说什么 徐扬却一抬手 阻止了他 继续说下去 第五十二章 凶兽跑了 行了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 但是 你们要找的白宁妹 真的不在我的这里 你们找我没有用 另外 摩天狂骄 我有办法制服 你们不要再杀那些 徐扬淡淡地说道 既然这些人都已经来了 徐扬也正巧 和这些人说说 他的打算 大人 你有何等办法 赵天宇文言有些惊讶 恭恭敬敬地说道 这事情 我和你说 也没有用 不如这样吧 你们是什么势力的 我去和你们的管事的人说说 徐扬说道 在下 领保会天舞军分户的人 赵白宇说道 徐扬文言 面色变得有些怪异了 居然是领保拍卖会的修者 他好像刚刚灭了 领保拍卖会齐州的分会 杀了不少的领保拍卖会的人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现在他就是 领保拍卖会二仇敌 原来是领保拍卖会啊 徐扬点点头 看着这些人 脸上的笑容 渐渐地隐去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赵天宇被徐扬目光 看得浑身发毛 好像 生怕徐扬误会了一样 急忙地说道 徐大人 虽然我们是领保拍卖会的人 但是我们还没有接到上面的命令 而且 根据我们的调查 齐州的分会覆灭 完全就是他们旧游自取 何大人您没有关系 徐扬看着赵天宇紧张的模样 笑了一下 赵天宇这么着急地解释 自然是因为害怕徐扬忽然拿他开刀 好 齐州分会这件事情 就一笔结果 怎么样 好好好 赵天宇连忙地说道 这件事情对于领保拍卖会来说 是不是一笔结果 不重要 反正 不要让他去和徐扬打就行了 好吧 其他的事情先不好说 你带我去天阳山 我去和天阳山的人说说 我知道 怎么制服摩天狂娇 徐扬淡淡地说道 赵天宇虽然万般地不情愿 虽然这次他的目标是白家的人 但是想来 把徐扬带去了天阳中宗 应该可以交差了 好 你跟我来吧 想了一下 赵天宇叹息了一声 忽然 他从储物带之中 甩出了掌条形的巴掌大的小船 小船 从一个巴掌大小 迅速地膨胀到房子那么大 临船 徐扬喃喃了一声 有些惊讶 没有想到 这个人赵天宇居然还有临船呢 临船是一种交通工具 赵白宇这个 只能算是小型的临船 那些大型的临船 可以将一座山给装进去 或者一些空间临船 虽然外表不大 但是里面却有一方世界 但是 那种临船 根本就不是赵天宇这种级别的修者 能够知道的 下重不可与兵 但是 临宝拍卖会 居然能有拥有临船 也让徐扬感觉惊讶了 如此看来 临宝拍卖会 还是有些财力的 居然能够拥有这些东西 没有多久 徐扬来到天阳宗 如果换作是修者者自己行走的话 恐怕需要几倍的时间 站住 你们是何人 临船在天阳宗的山门前降落 就有几个天阳宗的弟子 前来盘查 赵天宇从怀里 掏出了一个金光闪闪的令牌 令牌上面 龙飞凤舞地刻画着 临宝拍卖会天 吴俊芬会长老几个打字 那些前来盘查的天阳宗弟子 顿时变得恭敬了起来 徐扬看了赵天宇一眼 没有想到 他居然是一个长老 徐大人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天阳宗 接下来 你想干什么 赵天宇问道 徐刚感受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果然 这里的阳气 是其他地方的几十倍 用来关押鹰邪之物 最好不过 可是 我为什么没有在 这个地方 感受到一丝一毫的鹰邪气 徐扬皱起了眉头 低声自语 先找到了天阳宗的宗主 再说 徐扬摇摇头 没有继续想下去 因为领宝会的关系 所以徐扬 非常轻松地 就进入了天阳宗 找到了天阳宗的宗主 天阳宗的宗主 名叫徐龙 是元阴七后期的修者 最引人瞩目 就是他那已经拖到的 地上的白色长胡子 徐扬看了半天 忽然问道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的胡子放在什么地方 下一秒 徐龙实话了 愣了半天 才悠悠地说道 自从一百年前 有人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睡着过 本来 我现在都要忘记了 你又来提醒了老夫一次 徐扬嘴角抽搐了一下 既然如此 你把你的胡子剪得不久行了 为什么要 拖着这么长的胡子 徐龙微微地笑了一下 说道 我知道你是因为 摩摩天狂娇来 既然如此 我也就直说了吧 我的 胡子 是封印摩天狂娇的 一种材料 老夫留了几百年 终于是留到了这么长 徐扬点点头 忽然说道 可是 摩天狂娇 已经不在这里了 徐龙愣了几秒钟 玄机 哈哈哈哈大笑着说道 小友真的是幽默啊 虽然我天阳中的封印 这么多年过去了 确实有松动的迹象 但是 那凶兽想要逃出来 那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 我没有 在你们这 发现任何的阴邪凶兽 应该有的气息 徐扬淡淡地微笑道 见徐扬如此地笃定 徐龙也有些不太确定了 忽然 他想起 封印松动了 凶兽应该会疯狂地冲击 封印阵法才对 可是封印阵法 却安安静静 什么事情都没有 可是 不应该啊 如果他出去了 不是应该搅风搅雨 可是天舞剧 也没有出事情啊 徐龙摇摇头 又说道 你们也太低估了一个凶兽的智商了吧 他刚刚出去 实力受损 修为大不如前 好不容易逃出去了 不休养生息 还四处地搅乱 等着你们再次地 把他封印进去吗 徐龙现在已经沉不住气了 忽然站起来 说道 凶兽有没有出去 去封印之中看看就行了 好 徐扬点点头 他也只是猜测 具体的事情 徐扬其实是相当的猛逼的 去看看 野号 第53章 大放厥词 徐扬在徐龙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个山洞的入口 在走过一段 非常陡峭的石头台阶之后 进入一个地下的山洞之中 这个山洞之中 弥漫着淡淡的 黄色烟雾 温度非常高 地面上 有不少的石头 都因为恐怖高温 变得黏黏乎乎的 仿佛要融化一般 山洞一直朝着下面蔓延 越是朝着下方走去 温度越高 眼前的黄色烟雾 也更加的浓郁 小友 前方就是封印阵法 走了大约十几分钟的时间 前方终于出现了一大片空的 空地 是由青色的石头铺就 从石头的缝隙之中 冒着蓝色的光芒 光滑夺目 徐扬走到这个阵法边 观察了一下 这个封印阵法 你确定 这个是封印的阵法 看了一回之后 徐扬忽然问道 对啊 这个阵法 不是封印阵法 是什么 许龙还没有反应过了 一脸茫然地问道 这个 已经不是封印阵法 被人修改了一下 变成了迷阵 徐扬淡淡地说道 已经确定了 有人来 修改了阵法 而那凶兽 已经出逃 封印阵 和封印阵法 有相同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 两者的作用 却大不相同 封印阵 虽然也有 将人困在阵法之中的功效 但是只要 按照一定的规律来 行走 是可以走出阵法的 这种阵法的作用 就相当于房间的大门一样 主人掌握着钥匙 想要进出 非常的方便 但是 对于没有钥匙动人来说 主人可以随便 进出的门 和一堵墙 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封印阵法 和弥阵 有不少相同的地方 所以封印阵法 改成弥阵工序并不大 小友 你说凶兽已经出逃 许龙颤抖 这声音问道 一脸都不敢相信 你要是不行 可以自己探测一下 那凶兽在不在 就知道了 徐扬淡淡地说道 许龙面色难看 一缕神识叹趣 果然没有见到 摩天狂骄 这 这 许龙惊骇地说不出话来 脸色仗得通红 仿佛随时都会因为 过于激动而枪死 徐扬走到了阵法之中 看了看 原来是风学 欺煞弥阵 徐扬喃喃了一声 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有人来过 徐扬转头问到许龙 阵法没被攻破 只是被改了而已 修改阵法的 不会是凶兽 既然如此 只能是人了 半个月之前 我们邀请了整个 天舞郡的大势力 来观察过这个阵法 那次来多人很多 许龙说道 那次 凶兽还在阵法之中 可是 这几天 过去了 凶兽就逃了出去 许龙愤怒的脸都轻了 他就算是在傻逼 也知道 就是那次发问题 有人做了手脚 这凶兽 若是逃出 将是我们整个 天舞郡的灾难 到底是谁干的 许龙咆哮 整个山体 都被他巨大的 嗓门阵的颤抖 徐扬把玩着手指 等着许龙发泄完了情绪 才淡淡地说道 其实 这件事情 也不难 那天到场的人 到场的势力 都有哪些 你给我说说吧 我去一家一家的 看看 徐扬说道 没错 是某个大势力的人 做了手脚 在短时间 隐蔽性地将封印阵法 修改成迷阵 只有大势力的强者 可以做到 许龙一脸猛逼 刚才他好像听到了徐扬说 一家一家地去问 虽然听起来 这确实是 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 就算是找到了 又如何 凶兽的强悍 就算是搭上了 整个天阳宗 都无济于事 可能拉上了 整个天舞郡 兜的修折 都没有什么用 恐怕 天舞郡 又会上演 他恐惧那凶兽的实力 笑了笑说道 你多虑了 只要让我找到了那凶兽 那凶兽 我能用一根手指头戳死他 你就放心吧 徐龙一脸猛逼地看着徐扬 虽然他听说过 徐扬的一些传说 但是 此刻却觉得徐扬 简直不知道 天高地厚 那凶兽在一千年前 可是几个 十几个原音后期的修折 献祭了自己的生命 加上一点点的运气 才勉强地封印住了 徐扬说 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戳死 这简直就是大放厥词 小友 这个 不知道有句话 我该说不该说 徐龙尴尬地说道 那就不要说了 徐扬淡淡地说道 天武郡的大势力 他也知道 就这么几家 既然这凶兽 已经不在你的这里了 那我就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徐扬淡淡地说道 话音一落 也不等徐扬反应过来 就朝外走道去 徐扬 看着徐扬掠过的一道残印 摇摇头 没有理会徐扬哦 看着空空如也的封印大镇 越想越悲哀 差点就在这阵法旁边 自杀以谢天下 徐扬快速地来到了 天阳宗的山门外 刚好看见了赵天宇 驾驶着临船要离开 徐扬上前 说道 带我一程 赵天宇看着徐扬 感觉菊花一景 去一景地问道 徐大人了 怎么了 凶兽 不在这里 我要去一些地方 徐扬也没有隐藏 直接地说道 赵天宇傻了几秒钟 几秒钟之后 他就当作没有听到说道 徐大人 你想去什么地方 林宝拍卖会 徐扬淡淡地说道 赵天宇虽然不知道 徐扬去林宝拍卖会干什么 但是他也不敢举拒绝啊 只能按照徐扬的要求来 过了一会之后 徐扬来到林宝拍卖会 果然 天武郡都林宝拍卖会会场 要比齐州的拍卖会场庞大许多 在拍卖会的会场后面 还有一个大大的庭院 里面假山 假水 一鹰俱全 鸟语花香 树木成林 大人 这里就是张天俊大人的住所了 赵天宇说道 徐扬点点头 朝着庭院之中走去 站住 你是何人 这里是林宝拍卖会天武郡 分会会长的住所 你闲着人等不得入内 徐扬的前脚 刚刚走进大门处 两个看门护卫 就气势汹汹地走到了徐扬的面前 呵斥的 第五十四章 林宝拍卖会天武郡分会 这两人 只是精当后期的修为 竟然敢来阻挡徐扬 徐扬冷冷一笑 说道 我是徐扬 找你们会长有点事 会长 其中一个护卫疑惑地看了徐扬一眼 见徐扬只是恋气气的修为 顿时凶恶地说道 你以为你是谁 我们会长 是说 想见就能够见到的吗 赶紧给我滚蛋 徐扬对这种人已经细以为常了 也没有和他们两人置气 只是淡淡地说道 请你们两人让开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中一个护卫 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 冷笑着说道 重要的事情 一个小小的恋气气 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敢去给我滚蛋 不要逼我们动我 就是 赶紧滚蛋 不然的话 可不要怪我们的拳头不长眼 另外一个护卫 也捏了捏拳头 威胁道 徐扬和两个护卫 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 非常的不爽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给我然后开 不然的话 后果自负 一护卫见徐扬一恋气气的渣渣 竟然敢对他们不敬 朝着地上淬了一口唾沫 你他妈找死 话音一落 猛然一拳朝着徐扬面门打来 要是徐扬真的是一个普通的恋气气 徐扬绝对会被这一拳轰得连扎都不上 但是 徐扬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恋气气啊 徐扬的眸光顿时已冷 滚蛋 哄 这声音落入护卫耳中的一刹那 两人被一阴晕之息笼罩 身形一致 一股距力垂在两人的胸口 两人顿时挖的一声惨叫 吐血倒退了几步 让开 徐扬上前一步 冰冷的嗓音 仿佛是从九幽地狱之中传来的 一般 两个护卫 一脸惊恐地看着徐扬 仿佛在看一个恶魔 你不是失恋气气 你来这做什么的 护卫 有气无力地惊恐道 让开 徐扬没有理会 这两人 毅然淡淡地说道 那两个护卫不知所措 看着徐扬那透着嗜血光芒的眼睛 感觉自己就像是被狼盯上的羊一般 两人急忙亮亮呛呛地爬起来 逃进院子之中 就在这时 一个苍老但雄厚的声音 从院子里面内转开传了过来 这位 小友 如此咄咄逼人 不太好吧 话音落下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却精神绝朔的 出现在了徐扬的面前 就是此人 硬要闯进来 那两个护卫看见了此人 仿佛 看见了救星一般 面露惊喜 亮亮呛呛地逃过去 跪在地上说道 张天骏脸色非常看看 一双阴森的眸光 死死地盯着徐扬 透着刺骨的寒意 你不打算解释解释吗 徐扬轻蔑一笑 这老头 原因五重而已 口气还挺狂的 此刻他插着腰 嘴上随意地 叼着一颗红色的果子 看上去非常的轻挑 刚刚弄好了 临船过来的赵天宇 刚好就看到这一幕 差点一个亮枪跌倒在地上 眸光一阵乱晃 然后转头又跑 走回了临船旁 启动了临船 逃之夭夭 放肆 你这什么态度 赶紧跪下道歉 不然的话 等会让你死无全失 刚刚才被徐扬给虐得的 看门护卫 因为张天骏的到来 又开始苟障人士的乱叫 徐扬眸光一灵 快步上前 一巴掌扇出去 一阵白色都灵气弥漫开来 仿佛烟雾一般 眼前白茫茫一片 哄 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他们两个人的脸上 两个护卫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扇飞了 整个过程 行云流水 快如闪电 徐扬的这一套就打完了 张天骏还没有反应过来 过了会 白色的灵气雾气散去 张天骏才反应了过来 转头一看 只见在后方的墙上 多两个人形的窟窿 而两个护卫 在院子之中的一个池塘之中 一身的狼狈 小友 何意 张天骏的脸色 瞬间黑成的锅底 怒气冲冲的眼神 瞪着徐扬 拳头松了又紧 紧了又松 恨不得立刻和徐扬站在一起 只是 一直心有惊疑 不敢前来 嘿嘿 我找你有事 徐扬淡淡地说道 依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张天骏扫射了徐扬几眼 见徐扬虽然态度轻挑 但是好像确实是有事情和他说 可是 张天骏疑惑地问道 他和徐扬素不相识 哪来的什么事情啊 忽然 他再次地看向徐扬的时候 忽然发现 仿佛有点面熟啊 你是徐扬 猛然见 张天立声道 眼神之中 仿佛见了鬼一般的惊恐 见他的反应 徐扬感觉有些好笑 淡定 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我只是来问你摩天狂娇的事情的 摩天狂娇 听到这个词语 张天骏的面色变得疑惑 目光在徐扬的身上扫来扫去 你问这个问题干什么 现在摩天狂娇的问题 在整个天舞郡 都是第一剑头等大事 一个可以比肩动天七修为的凶兽 一旦出现了任何意外 将是整个天舞郡的灾难 天阳宗 妖兽已经不在了 逃出来了 徐扬淡淡地说道 顿了顿 徐扬有说道 其实也不是逃出来了 是被你们放出来的 有人修改了封印阵法 让封印大阵失去作用 把那凶兽给放了出来 从徐扬的嘴里面说出来 是如此的轻飘飘的 但是听到了张天骏的耳中 却仿佛晴天霹雳一般 把他震的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你刚才说 摩天狂娇已经出逃了事 张天骏颤抖着声线说道 一脸土灰色 如丧考笔 淡定 我就是来问问而已 能够放那个凶兽出来的势力 也只有你们几个而已 既然不是你们干的 我再去下一家问问 徐扬淡淡说道 当他看到张天骏脸上的猛逼 和惊慌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这事情和领宝拍卖会没有关系 既然这事情和你们没有关系 那我也就不打扰了 徐扬说完 转身就走 既然这里没有了 那就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多等一分钟的时间 就多一份危险 第55章 杀人为救人 虽然徐扬不是什么什么 欣喜天下的人 但是 能救一些人 自然也是不希望生灵涂炭 小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在这个时候 徐扬的身后 传来了张天骏的声音 徐扬转身 脸上忽然露出了微笑 说道 大人 我想要你的一种东西 我想你应该有的 如果你能给我的话 我可以考虑和你 详细说说 张天骏看着徐扬阴险的微笑 心头一紧 下意识问道 你想要什么呀 徐扬说道 你们的手下 忽然有一艘灵船 不愧是领宝拍卖会 真的是财大气粗 你们应该还有不少的吧 我能买一艘吗 徐扬满脸希望地看着张天骏 从刚刚看到那灵船开始 徐扬就开始打灵船的主意 因为它是练气器的关系 无法飞行 所以 每次转移的时候 总是有一种要跑断腿的感觉 张天骏听了徐扬的话 苦笑了一下 说道 大人 你误会了 我们领宝拍卖会 也只有一艘 只是我借给赵天宇用的 徐扬恍然大悟 他还以为 领宝拍卖会 真的如此土豪吗 灵船都已经分配到下面了 但是 既然没有其他的灵船了 徐扬就把目光放在了刚才二 那一艘灵船上面 好吧 既然你们没有其他的了 我也就不勉强了 就把你们唯一的那个给我就行了 徐扬淡淡地说道 张天骏目苦笑了一下说道 这灵船 它 也不是我的呀 是上面发配底下来的 我无法做主 而且 你的这个要求 有些过分了哈 张天骏睡觉主抽出了一下 要不是 他忌惮徐扬的高深莫测的实力 他早就一拳轰过去了 过分了吗 徐扬冷冷一笑 忽然 拳头猛然抬起 落下 这闪电一般的速度 还没有等他张天骏 反应过来 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 身子仿佛炮弹一般的高速发射了出去 然而 徐扬用一种更快的速度 在半空之中抓住了张天骏 然后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哄 地面 顿时均裂出一个蜘蛛网一般的缝隙 深深的壕沟 绵延可几十米 现在 你还觉得过分吗 徐扬将张天骏给按在地上 一脸的漫不惊 不过分 虽然这场面非常的浩大 但是张天骏 可是一个原因五重修位的修者 张天骏除了感觉全身都骨头 都要断裂了之外 没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 就刚才徐扬的那一手 就震慑到了张天骏 虽然现在张天骏没有什么是事情 但是 张天骏知道 要是徐扬想要他的命 估计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很好 现在你给我把那灵船 给我弄回来 然后给我 徐扬淡淡地说道 赵天宇正为自己聪明决定 知道赶紧驾驶灵船 离开是非之地而得意的时候 就得到了张天骏的命令 让他用最快的速度回去 虽然赵天宇非常不情愿 但是一想到不执行命令的后果 他就麻溜地选择了回去 很快的 徐扬就看到了那灵船 当赵天宇从灵船上下来的时候 徐扬对着他淡淡地微笑道 这个 灵船是我的了 说着 徐扬露出了微笑 赵天宇有些愣神 将目光投向了张天骏 却见张天骏一生的狼狈 仿佛一个糟老头子 会长 这 赵天宇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随他去吧 我们 唉 张天骏摇摇头 说道 既然张天骏都这样说了 赵天宇自然也不会说什么了 眼睁睁地看着徐扬 踏上了灵船 在灵船上面倒过了一下 然后灵船就化为了一道残影 掠过 徐扬在的下一个目标 是万剑宗 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只是因为万剑宗兜人 也去过天阳宗的封印之地 而且 现在距离他的位置 也是最近的 万剑宗位于天舞郡的大荒森林许中心 一座孤雾高次云表的孤峰 那孤峰的形状 和一把宝剑类似 万剑宗 也是一个丹修剑道的宗门 徐扬驾驶着灵船 在万剑宗的山门前降落 早就有人盯上了徐扬 徐扬刚刚从灵船上下来 就有两个人 笑呵呵地走到了徐扬的跟前 万剑宗张老许清应 许清应 特来恭迎贵宾 这两人 身上穿着一身黑白蓝香剑的长袍 背上背着一把宝剑 虽然宝剑古朴 宛如凡剑一般 但是是 时不时的 宝剑上会闪过一道淡蓝色的闪电 表示着并不是凡物 这两人 脸上都皱纹勾壑很深 头发雪白 但是整个人看上去 却精气神十足 没有一丝一毫的老人应有的颓废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这两个人的态度 如此的良好 徐扬脸上自然也是笑嘻嘻的 这位领保拍卖会的小友小友 来此有何贵干 许清应笑着上前问道 这林传是领保拍卖会的 他也自然是把徐扬 当成了领保会拍卖会的人 我不是领保拍卖会的人 我来你们这 就想知道 摩天狂交的下落 徐扬没有和他们扯犊子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摩天狂交 两个人面面相去 没有想到 徐扬找他们 居然是因为这件事情 这位小友 我们进去谈 许清应说道 他探测了一下徐扬的修为 惊讶地发现 徐扬居然只是炼气漆而已 旋即他摇摇头 他要是相信 徐扬只是炼气漆的人 除非他是傻子 应该死徐扬隐藏了修为 进入完剑宗内部 徐扬闻见 这万剑宗之中 居然传来了 屠宰场更浓烈的血腥味 为何血腥味这么重 徐扬皱着眉头说道 许清应的脸上 浮现出悲伤的神色 说道 唉 还不是那畜生 要不是他要破除封印 而出了 我们万剑宗 怎么会干这等事 徐扬闻言 已经猜到了一个大概 问道 你们是不是抓了一批 纯阳血脉的人 杀了 许清应说道 唉 第五十六章 不是万剑宗干的 徐扬沉默了一下 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只是既然 自己已经来了 区区凶兽对他来说 根本就不是事情 而且 既然封印大阵法 已经没了 那杀这些拥有 纯阳血脉的人 也没有了意义 这个 还有活着的人吗 徐扬问道 许清应说道 小友 还有一些人 大概一百多个 明天 就会取了他们的血眼 然后送到 天阳宗 徐扬悠悠地叹息了一声 说道 放掉他们吧 许清应乱了几秒钟的时间 旋即哭笑着说道 小友 这个不行 虽然杀了这么多人 我们心头也不好受 但是 为了天下更多多人 他们却必须死去 这个恶人 必须要有人做 既然如此 我们做做 又何妨 徐扬无奈地笑了一下 这个时候 徐扬已经跟着许清应 来到了会客大厅之中 这事情 就是 就和我要摩天狂交的事情 有关系 徐扬刚刚坐在凳子上 就有两个剑筒给徐扬上茶 看小友 应该是有什么消息 想要通知我们吧 徐清应微微一笑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气度淡雅 仿佛天塌下来 都和他没有关系一般 摩天狂交逃出开了 徐扬也淡淡地说道 不 徐清应一口茶喷了出来 面容惊恐地问道 此话当真 旁边的徐清应也面色惨白 突肺地瘫软在椅子上 嘴上一直念叨着 完了完了 得 不是这假 徐扬见这两人反应 已经知道了 这 不是万剑宗干的 但是 徐扬在 没有见到万剑宗 真正的掌门人的钱 不会这么轻易地下结论 此时事关重大 我两人却将掌门叫来 徐清应慌乱地说道 额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好 徐扬微微一笑 他刚刚想说 这句话来着 徐清应就帮他说了 很快 一到人影 就从天变略来 火急火燎地 赶到会客厅的门前 徐扬看去 此人一身的黑衣 方方正正的 国字脸 两条霸王眉高高扬起 显得一脸正气 而他身上的气息 也说明了这一点 一生的刚气 没有一丝一毫的阴邪之气 何人来说的 摩天狂娇 已经出逃 他刚刚来这 就焦急地拉着 徐清应的手问道 徐清应指了指徐扬 说道 掌门大人 就是这位小友 王剑霸走到了徐扬身旁 目光一鸣 一股庞大的威压 如同巨巢 一般向徐扬席卷而来 嗡嗡 就连徐扬坐的椅子 都发出了低沉的嗡鸣声 仿佛随时都会化为鸡粉 徐扬抬起头 清亮的眸光 看了王剑霸一眼 王剑霸顿时 入遭雷击 当才凝聚起来的 威压攻势溃散 徐扬低头 继续喝茶 风轻云淡 王霸天愣了好一会 才反应了过来 再次看向徐扬的时候 脸色变得非常的恭敬 大人 恕罪 王剑霸抱拳 恭恭敬敬地说道 徐扬没有追究他的意思 他知道王剑霸 不就是看他长得年轻 修为还只是练气漆 来试探他而已 无事 徐扬说道 大人刚才所说 摩天狂娇出逃一事 可是真的 王剑霸问道 当然是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 徐扬淡淡地说道 不过 说出逃也许不太准确 应该说 是有将摩天狂娇放了出来 徐扬看了王剑霸 一脸猛逼的模样 就知道自己 又找错地方了 放了出来 是什么意思 王剑霸抓了抓头皮 问道 徐扬简短地 把事情经过都说了 王剑霸听完之后 一脸愤怒 这是谁干的 要是凶兽失控 整个天舞郡 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服 到时 必将生灵涂炭 死伤惨重啊 王剑霸垂胸顿足 双目冒火 显然非常的愤怒 淡定 徐扬拧了一口茶 说道 所以 我就找到了你们 看看 到底是谁 竟然敢放出那妖兽 王剑霸也 点点头 说道 没错 此事带我一个 让我万剑宗知道了 是谁干的 我万剑宗不刮了他们的皮 的纯阳血脉的人 说道 对了 那些纯阳 血脉的人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可以将他们给放了吧 王剑霸点点头 眼中闪过一道愧疚之色 自然 那些人 我们现在就放了 和万剑宗掌门 寒暄了几句之后 徐扬就离开了 驾驶着临船在路上的时候 徐扬感觉自己 这一家一家 眉头苍蝇一般的乱找 不行啊 这些宗门之中 到底谁才有兴趣 冒天下之大不韦 把摩天狂交给放出来 想了一会 虽然天舞郡这些宗门 虽然暗地里 没少干握出事 但是这些宗门 和势力 在明面上 都是伟光正的 对了 魔云宗 忽然 徐扬想起了一个魔云宗 这个宗门 不管是明面上 还是暗地中 都是一个邪教 他们修炼的功法 都是阴邪的功法 会不会是他们干的 徐扬忽然想到 想到这个的时候 徐扬猛然朝着 魔云宗的方向走去 魔云宗 山门庞大 气势如虹 虽然其他宗门 都用看魔宗的 眼神看魔云宗 但是魔云宗的人 却不这么看 他们把自己的山门 修得比其他宗门 都要大气凛然 徐扬踏上山门 眼神中杀意凛然 这魔云宗内 有一股令人胆寒的煞气 正是那摩天狂骄的煞气 踏上山门的刹那 两个住机器人 上前气势汹汹地喝道 你是何人 非魔云宗弟子 不得入内 徐扬转头 看了这两个人一眼 那两个住机器的弟子 顿时面如土色 一脸惊恐 仿佛是在 恶狼爪子下的小羊羔 死 一字从徐扬口中吐出 那两住机器弟子 顿时如遭重击 蹊跷流血 瞬间暴毙 来人啊 有人攻山门了 就在此时 另外一些看山门的弟子 惊慌失措地大喊道 同时 一声尖锐刺耳的警报声 在整个魔云宗响了起来 哗哗哗 人影飞速略动 第57章 魔云宗 几十道身影 快速从山门之中从出 然后团团地围住了徐扬 大手一挥 对着其他的人说道 都给我上 弄死他 什么小小 再次找死 领头的是一个 金丹七的修者 他随意地看了徐扬一眼 然后差点枪死 居然 只是一个炼七七 是我魔云宗太低调了 名头不够响亮吗 一个小小炼七七 居然赶来我魔 云宗闹事 真的找死的 年年有 今年特奇葩呀 那金丹七修者 见徐扬只是炼七七 断刚才紧张的身躯 顿时就放松了下来 还愣着干什么呢 赶紧吧 这人给我宰杀了 那个金丹七的修者 对着其他人说道 周围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铸鸡七的 再并不算强 在修真界 应该只能算是垫底的修为 但是 在面对徐扬这个炼七七的 喳喳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有自信心 杀 几十个铸鸡七的修者 宁笑着大喝一声 几十道灵气 犹如排山倒海一般地 朝着徐扬袭来 这些灵气 虽然质量不高 但是数量却多 看上去 云雾缭绕 阴晕的气体 在四飘散 徐扬淡淡一笑 数量更加庞大的灵气 从徐扬一人的身上 散发出来 那些铸鸡七的修者的灵气 瞬间被徐扬的灵气吞没 呀 伴随着一声 接着一声的惨叫 刚才那些居住鸡七的修者 被徐扬狂暴的灵气轰中 瞬间倒了一地的人 这个 怎么会这样 刚才那个金丹七的修者 都看得愣住了 等他再次反应过来的时候 地上已经横七竖八的 到了一地的铸鸡七 有的背已经死了 有的还有一口气 你 你不是连七七 那个金丹七的修者惊恐的道 虽然这些人 只是一些铸鸡七的修 但是胜在人数众多 并且配合默契 就算是 让他来对阵这些铸鸡七的修者 也要花一些时间 付出一些代价 才可以胜利 但是徐扬居然直接一招 就让这些铸鸡七的修者 瞬间死伤惨重 这岂不是意味着 徐扬比他还要厉害吗 他可是金丹七的修者 也就代表着 徐扬也是一个金丹七的修者 应该还要 比他厉害一些 稍微地稳定了一下心神 想到现在 他可是在宗门 而徐扬可是孤家寡人一个 他打不过 可以叫人啊 想到这里的时候 他朝地上催了一口唾沫 狠狠地说道 哼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呀 话音落下 那个金丹七的修者 便屁滚尿流地 朝着宗门之中逃窜而去 徐扬轻笑了一声 没有驱罪他 只是拿出了一颗红色的小果子 塞进了嘴里 津津有味地吃着 正无恙 真的是在等 休休休 没一会 刚才的那个金丹七 又回来了 这次 他的身旁 多了五个金丹七的修者 其中一个人的修为 更是达到了金丹后期 师兄 就是这个人 刚才是那个金丹七 指着徐扬说道 一脸的傲气 仿佛刚才那个被吓得 屁滚尿流的人不是他一样 一个光着膀子 一身横弱的大汗 嚣张地走到徐扬跟前 小子 佩服你的勇气 但你的老线 似乎有些愚蠢 他走到了徐扬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俯视徐扬 他不仅长得 壮得像一头牛 身高 也足足地比徐扬 要出了两个头 徐扬要抬起头 才能看见他的脸 但是 徐扬一直都不喜欢 抬头看别人 所以 徐扬忽然出手 一拳狠狠地 砸在了这大汗的肚皮上 这肚皮 也闪烁着青铜的光泽 八块腹肌 仿佛八块石头 徐扬一拳狠狠地砸上去 却仿佛砸在了铁板上面 徐扬惊讶了一下 这个人的防御 似乎有点道道 刚才他拿出了 百分之0001的力度 这个人居然硬生生地抗住了 那个大汗的脸上 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说道 你还有点厉害啊 刚才你的那下 居然打疼我了 但是现在 也就仅此而已了 你可以死了 那大汗话音一落 一张打手掌 就朝着徐扬的头颅 抓来 这个大汗的大手掌 居然足足有徐扬整个头那么大 徐扬冷冷一笑 接着一拳挥了出 因为刚才这个大汗 应接了徐扬徐拳 而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他就直接无视了徐扬的攻击 哄 就在这个时候 徐扬一拳头 就打在了那个大汗的肚子上面 那个大汗的肚子 顿时如同棉花 被徐扬打得上下起伏 而那个大汗 顿时吐出了一口血 说道 刚才力道预计错误 现在这个 才是正确的力道 刚才那个金丹七修者都傻眼了 不敢相信的 看着地上一动不动 仿佛死狗的魁梧大汗 其余的几个金丹七修者 面面相去 忽然 齐齐出手 攻向徐扬 然而 没有丝毫意外 徐扬只是轻飘飘的一招 就让那些人去见了阎王 你 快去通报吧 徐扬说道 淡定的看着我第一步来的那个金丹七修者 那个 金丹七都要吓尿了 忽然想到 他上次在齐州领保拍卖会会场 杀了魔云宗长老的一个徒弟 看来 他们是真的不是冤家不巨头啊 这次 那个金丹七修者来得缓慢了不少 但是 这次却是带着足足五个元英七的修者来的 小子 刚才让你嚣张了一下 这次 必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他一出来 就开始叫嚣 随后又对身旁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说道 大人 就是他 大人一定要替我 师兄报仇啊 其中领头的那个元英七 就是上次徐阳领保拍卖杀的那个魔云宗弟子的师父 当他看到徐阳的遗叉 精神 顿时一整阵 一声低沉的咆哮 从其 嘴中吐了出来 居然 是你 徐阳抬头 疑惑地看了看他 说道 这个 我们认识吗 你杀我徒弟 此仇不共戴天 第五十八章 徒弟安息吧 你是那个傻子的师父 徐阳听到这话的时候 顿时猜测到了 面前这个元英七修者的身份 就是老夫 老夫正想找你 没想到 你就自己送来了门 既然送上门来了 那你就给我死吧 孙涛愤怒地说道 一双阴身的毛子 在徐阳身上扫过 仿佛随时都会生吞了徐阳 原来是你啊 徐阳灿烂地笑了几声 你的那个徒弟 我免费帮你清理门户 你不用感谢我 没必要这么激动吗 说着 徐阳拿出一颗红色的果子 递到了张涛的面前 笑着说道 来 吃颗果子压压惊 张涛看着自己眼前的红色果子 脸色绿了 他找了半辈子 好不容易找到天赋体质 都非常符合他的要求的徒弟 本来希望那徒弟可以继承他的一波 万万没有想到 没多久就折在其中那个穷乡僻壤 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差点没有晕过去 徒弟 你安息吧 今天 我就要替你报仇了 张涛一步一步地逼近徐阳 口中 喃喃自语言 徐阳白了他一眼 说道 纠正一下 你不是要给你的徒弟报仇了 你只不过是要去地下陪着你的徒弟了而已 张涛面色一变 差点抢死 旁边几个原因期的修者 也一脸怪异地看着张涛 这人是谁啊 为什么我只能感受到 他有恋气气的修为 不管他是谁 今天他都死定看 张涛可是出了名的宝贝 他那徒弟 这个人居然找死杀了张涛徒弟 他死定了 是啊 我感觉这人实力不怎么样 说话 到底嘴飘飘的 那些原因期的修者 在一旁议论者 正无恙 丝毫没有把徐阳放在眼里 长老大人 此人出言不逊 侮辱我摩云踪 打死打死 如此多同门师兄弟 还望长老出手 要不然这事情传出去 外界恐怕还会 以为我们好欺负 那个金丹七 在一旁添油加醋道 徐阳看着我这些人 感觉有些好笑 要打打就行了 你们在这废话什么呢 好 那你就死吧 张涛大喝一声 一拳轰出 原因期的修为 瞬间爆发出来 拳头的速度非常快 轰的一声 就连拳头周围空气 都仿佛要燃烧起熊熊烈火 徐阳伸出手 捏住了那拳头 刚才还一往无前的拳势 居然瞬间停滞 无法前进一步 这个 就是你的拳不实力吗 那真的有点 让我感觉失望吗 徐阳淡淡地说了一声 然后 拳头猛然用力 一下就把张涛的手腕凝断了 呀 一声如同杀猪一般的惨叫声 顿时响彻云霄 徐阳一脚踹去 张涛瞬间化为了一道血雾 消散在空气中 周围 围观的人都要惊呆了 嘴巴张得大大的 可以塞下一个鸡蛋 一招 仅仅是一招 张涛就败亡 另外 败亡得如此彻底 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泥带水 张涛 根本就不是徐阳义和之敌人 不知道 你们还有人吗 徐阳淡淡地问道 几个原音器的修者 面面相去 被忘了一眼 实在没有勇气去和徐阳打 不知道前辈 来磨云踪 有何贵干 一个原音器的修者 颤颤巍巍地问道 他注意到 徐阳还是炼气器的修为 一个炼气器的家伙 居然把一个原音器修者 一拳给打死了 他又不是 傻子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 那么 就只有下一种可能性了 徐阳非常的厉害 修为比他高出一大截 他还没有看破 徐阳修为的实力 想到这里的时候 他有些猛逼 因为他的修为 可不是什么筑机或者金单 而是实打实的原音 原音器的修为 往上面一层 就是动天境界的修为 可是动天境 那可是传说一级的修为了 至少 在他的人生生涯之中 他见过不少的原音器 但是没有见过 一个动天境界的修者 动天境界的修者 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 所以 他判断 徐阳应该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原音后期的修者 他们掌门 就是原音后期的修者我 但是现在掌门受伤 正在闭关之中 现在整魔 云踪 没有人能够抗衡原音后期修者 所以 何光也将态度放非常的低 我来这干什么 徐阳露出了一抹微笑说道 我是来面你们摩云踪的 徐阳淡淡地说道 几个原音器修者 面面相去 灭他们摩云踪 他们的脸上 浮现出了愤怒的神色 虽然他们现在畏惧徐阳的实力 不敢和徐阳对战 但是徐阳无视他们直接说 要灭了摩云踪 这还是让他们无法忍受 前辈 我摩云踪 以前要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我们现在赔罪 何光憋地说道 现在他们打不过徐阳 只能忍气吞声 等 他们掌门疗伤出关之后 再教训徐阳 不 何光问道 徐阳冷冷一笑 说道 虽然你们没有得罪我 但是 你们摩云踪 偷偷放了摩天狂骄 却已经死死罪 徐阳话音落下 几个原音器的脸色 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摩天狂骄是他们摩云踪的秘密 这个秘密 要是暴露了出去 他们摩云踪 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所以 他们隐藏得非常好 但是没有想到 依然让人知道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何光冷着脸问道 一双眼眸之中 杀意盎然 只是因为自身实力的关系 不敢上前 承认了 徐阳拿出一颗 红色的果子 一边骄一边说道 不过 你们承认或者不承认 都没有关系 因为摩天狂骄 就在你摩云踪 这一点 你们无法抵赖 徐阳说道 所以 为了整个天舞军人的命 我只能悬灭了你们摩云踪 徐阳的话音虽然轻柔 但是落在其他人的耳中 却仿佛惊雷 徐阳 我劝你 也不要太高看你了 虽然你有原因后期的修为 但是我们掌门 也是原因后期的修为 第59章 杀入摩云踪 所以呢 你想要表达什么 徐阳问道 何光咬咬牙 毛子之中 阴狠之色闪过 但是又快速地隐去 所以 还请大人不要相变 徐阳冷笑了一声 手忽然高高地扬起 然后迅速落下 啪的一声 这一巴掌 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何光的脸颊上 何光一抚摸着脸上 被打的位置 眼神之中 满是不敢相信 你你你 何光一手指着徐阳 嘴巴哆哆嗦 仿佛要说什么 但是一直都说不出来 那眼神 渐渐地由不可思议 变成了惊恐 徐阳淡淡地一笑 说道 你别一指我呀 我后面还有些什么 你说说啊 何光摸了摸 已经肿起的脸颊 忽然朝后面快速地退去 此人厉害 不可那敌 快快进山门 请老祖出山 还在外面围观好的人们 不管是原因期 还是助击期 都分退急入山门之内 问 这个时候 一声低沉的声音传来 一道淡淡的黑色薄雾 笼罩在魔云宗上空 徐阳淡淡地看了一眼 就直接地无视了 却邪归原护山阵 有点一散 可惜了 只是一个残缺板 徐阳一步踏出去 在阵法外面游走了 手不停地在虚空之中点着 在阵法之中的人 都一脸猛逼地看着徐阳 一润纷纷 不知道徐阳在干什么 但是 随着徐阳一手接着一手地点出去 整个阵法都开始颤抖 最后 砰的一声 这阵法 居然直接仿佛泡沫一般的碎脸 徐阳一步踏出 进入了魔云宗 来到了 那群已经傻眼的人面前 你们好啊 徐阳笑了一声 身上如同大海浪潮一般 澎湃汹涌的灵气 漫天飞舞 白得耀眼 哄 顿时不少的魔云宗的弟子 被徐阳的灵气轰中 连惨叫都没有来得及 就瞬间化为了灰烬 一些原音器修为的长老 想要来阻止徐阳 但是他刚刚的靠近徐阳 就被徐阳汹涌的灵气 淹没了 徐阳在云宗之中 如入无人之境 整个魔云宗 居然人可以抵挡徐阳一招 在魔云宗之中 一人跪在地上 一脸悲痛地呼唤道 弟子恳求老祖出关 不然的话 今日我魔云宗 空 恐怕就会亡了 随着这一声悲愤的声音 落在 一个人影迅速地浮现 这人影 有着原音后期的修为 穿着一身白袍 看上去非常的苍老了 挂在骨头架子上面 虽然如此 但是这人却不显得精神违靡 而给人一种 精神绝朔的感觉 何事 那老人看了一眼 在地上跪着的河光 问道 宗主大人 外面有人闹事 弟子无能 无法制服 还请师父出手 河光喜极而泣 居然有人闹事 还连你都无法制服 方颖有些愣 一缕神石扫向外面 然后说道 知道了 和我一起去吧 话音落下 方颖就消失在了原地 就在这个时候 徐阳正杀地爽 忽然 他的面前空间泛起一阵涟漪 随后 一个老人 仿佛拨开了 这方空间一般 从其中走出来 就此助手 如何 方颖说道 一双阴邪的眸子 看向四周 只见摩云宗的 弟子死伤惨重 好在 死的都是普通弟子 摩云宗的中流砥柱 并没有什么大碍 虽然现在他非常的愤怒 但是 鉴于不知道徐阳实力几何 而且对摩云宗 没有造成太大的打击 方颖还是选择算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看着面前的这个人 忽然淡淡地说道 你是摩云宗宗主吗 如果不是的话 叫他出来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好好地谈谈吧 方颖道 我就是宗主 怎么了 小友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 徐阳冷笑了一声 我现在给你两种选择 第一种 把摩天狂交给我交出来 我能留你 还有你的这个什么宗门一面 第二条 呵呵 就是你想不开 拒绝我的第一个 要求 然后我杀了你们摩云宗的所有人 怎么样 你选择哪一条 徐阳说完 双手环抱 饶有欣慰地看方颖 方颖听到摩天狂交的时候 脸色就瞬间变了 你是 怎么知道的 方颖惊疑不定地说道 呵呵 若要人不知 除非几末位 我是怎么知道的 这一点都不重要 你还是想想我上面给你的两条路 你选择哪一条吧 徐阳淡淡地说道 方颖的面色变换不定 忽然 他仿佛想起什么似的 冷笑道 就算是我给了你摩天狂交又如何 这凶兽 可是有半个动天境界的实力 你觉得 你能制住他吗 方颖得意地笑了起来 其实 他也制不住摩天狂交 但是 他有一个秘书 在特定的环境之中 可以压制摩天狂交的实力 尽管如此 他还是受了伤 可见那摩天狂交的恐怖 我能不能 制住那摩天狂交 是我的事情 现在 你还是思索 我给你的路 你选择 哪一条吧 方颖面色变换不定 他是真的看不透徐阳的实力 心虚啊 在他的探测之中 徐阳的修为是练七七 但是 他也不是傻子啊 他就算是脑子长到脚趾头上了 也知道 徐阳不是练七七 这只是 徐阳的一种伪装 但是 不管他怎么努力 就是看不透徐阳的真正的修为 所以 他现在郁闷了 忽然 他冷笑了 一下 说道 既然你如此说 那我就看看 你如何去制服那凶兽吧 我把摩天狂交 放在了后山的幽谷之中 我就带你去看看 方颖说道 心头冷笑 那摩天狂交 可不是善我 他现在不知道徐阳的实力 不敢动手 不如就让摩天狂交试探一下 徐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说道 看来你是选择了第一条路啊 好 那你就带我去看看吧 方颖在前方带路 经过了几座大山 终于来到了一个幽深的一个峡谷之中 第六十章 摩天狂交 那摩天狂交就在其中 方颖说道 徐阳看向着幽深的峡谷 这峡谷非常的深 还很黑暗 看不见底部 但是徐阳能够感受到 从峡谷底部 传来的那惊天煞气 确实在这 也只不过是半步动天的修为 哼 等我解决了 这摩天狂交 就上来 徐阳说道 纵身一跃 跳下了峡谷 这 方颖惊呆了 他本来以为徐阳感受到了摩天狂交的气息会退缩 没想到徐阳眼皮子多么没有眨 就跳喜爱去了 那感觉就是 丝毫没有把摩天狂交放在眼中 犹豫了一下 方颖还是没有跟着徐阳一起下这峡谷之中 如果徐阳能战胜摩天狂交的话 他下去也没有什么用 还是去想想 怎么应付徐阳这个强者吧 同样的 要是徐阳不能战胜摩天狂交 他也没有任何下去的必要了 因为徐阳会死在摩天狂交的手上 他下去的话 也只能是陪葬而已 经历了几分钟的自由落体 徐阳轰的一声 终于落到了底部 徐阳直接在地上砸出了一个机密深的大坑 顿时一阵沙尘弥漫 可害害 徐阳站起身 环顾四周 周围非常的黑暗 虽然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 但是也稍微远一点的物体 就模模糊糊了 一阵阴风吹来 徐阳感觉一阵刺骨的寒意 这种寒意 不是温度的低 而是一种来自骨子之中的颤抖 这个对方 阴气还挺重 是个养邪屋的好地方 徐阳看了看四周 喃喃自语地说道 就在这时 忽然 黑暗之中浮现出两个暗红色的灯笼 吼 一声低层的嘶吼声 从黑暗处传来 你来了 徐阳看着面前摩天狂交 微笑着说道 虽然这里非常的黑暗 但是徐阳神识强大 早就知道了 他的面前 就握着摩天狂交 这摩天狂交非常的庞大 握在这长长的峡谷之中 身形居然都有些施展不开 徐阳感觉 他应该还没摩天狂交的眼睛这么大 人类 果然不足未幸 都该杀 摩天狂交口吐人言 声音巨大 仿佛九天的惊雷 就连周围的山石头 都被震得发抖 细小的石块纷纷落地 什么意思 莫名其妙 对于这摩天狂交的话 徐阳表示听不懂 但是 这一点也不妨碍徐阳杀了这摩天狂交 好了 别废话了 既然你不愿意在封印阵法之中 好好地带着 那金贵地狱带着吧 徐阳说道 那摩天狂交从鼻孔之中 喷射出一道白色的气体 失笑道 人类 是谁给你的自信 想当年 摩天狂交的话音还落下 徐阳忽然一跃而起 高高地跳到了摩天狂交的头颅上面 摩天狂交的头颅上 有两个长长的大脚 徐阳抚摸着这大脚 忽然想了起来 这摩天狂交的脚 可是 以为稀有灵药啊 可以炼制不少的丹药 想到了这里 徐阳顿时冷冷一笑 一只手握住了大脚 然后猛然地就把那大脚给拔了出来 一股血液 从摩天狂交的头上流了下来 摩天狂交也发出了一声 凄厉的撕心裂肺的惨嚎声 这声音 通过这峡谷传了 出去 响彻云霄 摩云宗的弟子 都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天上 不知道这惊天都嘶吼声 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 在峡谷上的反应 差点被这声嘶吼给震笼耳朵 这是怎么回事 这声音听起来不太对啊 怎么听起来 怎么惨呢 他喃喃自语着 脑海之中 不由的 浮现出了摩天狂交 被徐阳吊起来打的情景 在峡谷下方 徐阳在摩天狂交的头顶 听着这嘶吼声 感觉耳膜一阵的难受 叫 我叫你老母啊 徐阳猛然地提起了 另外摩天狂交的一只大脚 像是把萝卜一样地拔了出来 然后在摩天狂交 还没有来得及 发出惨叫的时候 就猛然地 一脚踹在了摩天狂交的肚子上 摩天狂交 体型非常的庞大 徐阳在他的身旁 感觉体型还没有 摩天狂交的万分之一大 一只蚂蚁 踢一只大象 这一副场景 多么地不协调和可笑 但是 摩天狂交却直接地被徐阳 一脚高高地踹飞了 哼 摩天摩天狂交的身体 在峡谷岩壁一直摩擦 整个峡谷都顿时大了几圈 峡谷变成了大坑 摩云宗的所有弟子 都一脸惊恐地看向在后山之中 这个摩云宗地面颤抖 建筑纷纷倒塌 仿佛地裂了一般 而在后山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之中 一头巨大的生物 仿佛张了翅膀一般 从地面飞升了 卧槽 这是什么玩意 一个弟子高高地仰望天空 不敢现在地说道 这好像是一条大蛇 另外一个人说道 这个是大蛇 你确定 怎么大的大蛇吗 我看啊 那应该是龙 一群不明真相的摩云宗弟子 一脸惊奇地看着天上 而方影都要惊呆了 嘴巴张得大大的 都能塞进去一个鸡蛋 他不是那群什么都不知道的摩云宗小弟子 他知道 那是摩天狂交 可是 摩天狂交为什么起飞了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 从峡谷中 快速地飞出了一个人影 这人影 要是和摩天狂交对比的话 那就是 一颗芝麻大小 可这颗芝麻 直接地跳星在了摩天摩天狂交的头顶 一脚狠狠地踹了下去 砰的一声 刚才还一往无前冲向天际的摩天狂交 又忽然地改变了路线 朝着地面飞去 哄 摩天狂交落在了一个山峰的山顶上 竟然直接地 把山峰砸碎裂了 巨石泥土 漫天飞舞 刚才的山峰 竟然直接地变成平地 而摩天狂交 也也一动不动 只有一张大嘴巴 还在大口大口地喘气 真是轻松 徐扬摇摇头 落在了摩天狂交的嘴边 饶命啊 我 我从今往后 愿意听大人使唤 摩天狂交 看见徐扬来了 用尽浑身的力气说道